相信大家在昨晚看完Pokemon的消息之後 你已經很開心了 首先我們先說了Pokemon GO Pokemon GO官方都正式宣布了 在3月1日第七世代的精靈 就會正式登場Pokemon GO 不算之前的阿拉形態 這次應該是首次開放第七代的小型 官方推出的這幾個Pokemon 新的季節是官方有透露到的 都是關於阿羅娜的 第一幅圖是阿拉的守護神之一 卡扑明明 但我們應該很快就有新的五星圈在前頭目 接下來的圖 小狗兒 心倫堡 還有鹽狗狗 最終進化形態是有幾種形態 還有黃昏、黑暗、白天 都是非常有型的 我相信這幾隻應該是首批的精靈 還有官方宣傳表裡面 就有隱約可以看到第七代的御三街 可能出一些招式阻塑的效果 而我們說到可能沒那麼快出了 就是之前在官方主程式馬裡面 發現到的一些精靈 還有有一月神 一月神大家都知道第七代的神獸是有進化的 但我看見他們的進化方法 其實也不是非常驚訝 一月神只不過是一個日後一個夜晚 再加100個糖果進化 而其他大同小語都是用一些原本有的道具 還有糖果進化 我相信天天應該會有更多Pokemon GO的消息 我們天天再跟大家說吧 Pokemon GO出第七代也不是非常驚喜 但是正傳出新一代 一定是一個大消息 就叫做寶可夢珠子 純粹就是紅色 而紫就是紫色 珠也是代表吉 紫就是代表葡萄 已經確定了這個遊戲會在今年的冬季發售 這一代的地圖是以西班牙作為一個難搬 暫時在宣傳片裏面 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車司 有城鎮 有風車 還有主角的家 我們都可以知道 都會有一些舊的小人 跟劍盾一樣 即是有些新的小人加入 有以前的小人 在這個城鎮 應該是主城鎮 看到一個地圖是鋪滿了所有屬性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 看來應該是沒有新的屬性 豬和紫兩個版本 主角都是穿水手服 但顏色有點不同 同時這一代都是說一些冒險 還有可以看到 其實裡面也看到一些航海的地圖 在房間裡 好啦 今次第九代的雨三家 就是這三隻 雖然我一開始看下去 應該大家都覺得奇怪 三隻都是不同的動物 可以看到的 有貓 有鱷魚 有�鴨 但裡面的圖案 都是比較有趣的 鱷魚 就是航海人員 鱷魚 就像蘋果 沒有啦 荷葉的紋 他們的進化人態 就暫時不知道 是很厲害的 今次來到新的世代 當然是期待會不會有很新的系統 之前 店長就極具化 而今次又會是甚麼系統呢 在日版的標誌 其實都可以透露少少 但是暫時不知道是甚麼圖案 或者是甚麼系統 而且這個遊戲 都確定了 可以連接在Pokemon Home 對戰畫面 有機會是跟艾爾袖斯差不多 相信應該會陸續續 有些新的消息 第九世代 寶可夢主持 就跟大家講到這圖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世代有甚麼期待 還有覺得這三隻魚三家怎樣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影片 記得讚好美味 還是記得訂閱 然後訂閱 到我身邊的尺寸 如果想知道生活 和生活的藥藥 都可以FOLLOW我 在喜歡健康下集再見 BYEBYE 週休晚 增 boxes 融匙 字幕 映櫻 影片 融 六 結 一